所以大慶 這個大慶王要問你一下 當然這個也跟桃園有關 我覺得這個鄭文燦現在 頭爆在燒 他的聲望已經開始掉 從上一次也是一樣 當然今天這個桃園市府 又開始出來靠腰說什麼 每次都當救火隊 桃園機場不歸他門管 替桃機公司背了黑鍋 我們來投一下票好不好 你覺得這個桃機群聚 桃園市政府有沒有責任 很多人講說OK 桃機不歸你管 但是防疫旅館對不對 防疫旅館也破了好幾次 大家講到防疫旅館 又不能不講陳時中 我們的專家王仁賢不斷的呼籲 你把大家不翻青紅皂白 丟到防疫旅館就是個錯 沒事給你關到有事出來 所以這個鄭文燦到底在幹嘛 我們看到這個防疫的部分守不好 然後還去欺負鳳飛飛 按照陽明來講 就是大家都在玩 但是你玩到鳳飛飛的身上 恐怕真的是打錯算盤了 鳳飛飛的這個鳳迷門 是非常非常的忠誠 而且他們也是一股力量 到現在為止 隨便畫幾個遊覽車來 所以這樣子去搞鳳飛 適合嗎 另外你覺得鄭文燦到底怎樣 你看桃園現在燒成這樣 有沒有每次都是桃機 說死在辮子裡面也是桃園人 不然是好幾個桃園人 一聽到這個真的覺得天啊 為什麼又是我們 快要抓狂了又快要過年 鄭文燦今天沒講什麼話 導致說什麼喊冤 出來喊冤 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看了 是會憤怒的 順便給大家一些 疫情的最新消息 陳時中承認 這是社區感染沒有錯 然後告訴大家 這個第三劑 從五個月 可以縮短為三個月了 也不再糾結了 柯文哲希望入境加嚴措施 包括美國 他說沒有 但是大家可以避免 就避免 所以你來看看 這個疫情是不是要加嚴 包括來自美國的一些 美國的一些回來的 今天這麼多的五十幾例 光是美國三十幾例 然後他去扯人家說 法國更嚴重 你談一下鄭文燦 談一下陳時中 對我想先講這個 鳳飛飛的故事館 這個就像剛才楊明講的 其實他已經醞釀了 好長一段時間 我記得在我離開立法院之前 我那個時候還是 巴德大西的立委的時候 其實就有這樣的一個 規劃跟呼聲了 所以有這樣的規劃 拖了這麼多年 居然沒有真正取得相關的 肖像權或者是冠名權的授權 這個桃園市政府 這一次是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這是一個嚴重的侵權行為 其實就像楊明講的 你現在是消費鳳飛飛 來行銷鄭文燦 不過就是這樣 你就是拿鳳飛飛這個故事館 當作你鄭文燦的政績 讓鄭文燦對大西能夠有一個交代 但是問題是 在整個的徵詢的過程當中 你完全是很明顯的侵權行為 那麼第二個就講到 現在桃園的疫情的問題 桃園市政府說 他每次都當救火隊 認為機場不歸市府管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桃園機場的很多人事案 都是鄭文燦的影響力 鄭文燦要不要講一下 你任命了多少人在那裡頭 擔任各式各樣的位置 你任命人的時候 就跟你桃園市政府有關了 然後現在桃機就不歸你管了 桃機出事了 桃機變成一個包袱了 你就通通都推給桃機了 說這是桃機的 這是中央政府的 你當時就不要任命那些人 我記得我有許多民進黨籍的 在桃園的政治人物 後來都是被任命到 跟機場相關的一些公司裡頭 去擔任重要的職位 這都不是鄭文燦的影響力嗎 第二個部分我要講的是說 鄭文燦今天才公開宣布說 桃園要開始提高防疫 戒備的層級 現在要開始限縮所有的 大型活動的人數 為什麼現在你才提出來 事實上7加7這個政策 很早就開始 在元旦前夕 就已經開始落實下來了 那麼鄭文燦自己 完全沒有一點警覺意識嗎 桃園有這麼多防疫旅館 桃園鄰近桃園機場 然後又再加上一個7加7的這種 幾乎是低度 低強度的防疫政策 這些東西加起來 都極有可能讓桃園成為另外一次 這個破口產生的地方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他到現在才開始提出來 我們要限縮大型活動 如果你早幾天提出來 也是同樣是我的選區 就是那個什麼精賞歌友會 這些精賞歌友會的會員 不就可以少掉了一場浩劫嗎 不用現在每一個人 都提心吊膽的 哭天喊地的來做快篩 然後很擔心 甚至那個精賞歌友會 以前還是我的競選總部的位置 結果那個精賞歌友會 現在還要被清銷 大家還不能進去 你早一點做這樣的宣布 不就沒有事情了嗎 可是問題是鄭文塞你沒做 你就是永遠都是到 火燒眉毛的時候 你才急急忙忙的要回來救火 然後回來救火的時候 你又不忘記把責任都推給別人 這就是鄭文塞一貫的操作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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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